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舆论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平台招商信息量大 王一博作品呼声高 回归街舞第五计程事实 这次我们看到了优酷平台的招商会中 各种的评级出现 S的代播剧中 冰与火,暂定在Q2季度上 可见这部剧的质量是有保障的 多次出现在招商会中 一直就是等待过审的节奏 作为优酷的品牌代言人 王一博无疑是各种的作品都会成为重点项目 自然招商会中 王一博作品也成了关注的重点 更值得一提的是 最近酷的王牌综艺 这就是街舞第五计 也放出了海报 确定性高水位的爆款综艺 成功开启了 这次的招商中 信息量很大 再加上最近街舞的一系列的热搜 不难看出 目前的招商看点十足 特别是队长人选中 王一博的参与成为了话题重点 从你邀名单中 我们看到了很多新鲜的面孔 特别是讨论度高的Lisa等人 都出现在海报中 再加上热搜中的话题讨论 可见目前街舞的筹备工作已经开始了 同时呢 呼声最高的无疑就是王一博了 多次看到热搜中都有提及 再加上最近很多的赞助商的动态 足够确定了一点 王一博的回归成为了事实 传闻这次街舞第五季的录制定在杭州 王一博新电影题材也是街舞类的 种种迹象表明 街舞的回归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实 配合这次的招商 可见最大的受益方还是这就是街舞 这档综艺无疑是库最值得引以为傲的存在 如今娱乐圈进入萧条的状态 很多项目的投资都在面临缩水的状态 资金的投放都谨慎又小心 所以呢 招商的看点必须足够吸引人 才能够多方获益 我们这次的重点呢 只放在王一博这里 毕竟这个平台中 王一博的作品是重点 再加上王一博如今事业的重心转向大荧幕 刻意降低曝光率 同时呢 提升自身实力跟价值是重点 街舞跟王一博的讨论度 显然是最近关注的焦点 很多喜欢王一博的人关注到了这档综艺 网络上的各种声音此起彼伏 终究都是烟雾蛋 再次提醒一下 王一博的粉丝都是理性的 什么王一博去就看 不去就不看 什么心疼他 熬夜录制等等的问题 这种情况的出现 都是非常不理性的 街舞跟王一博的关系 是彼此成就的 王一博选择参与 是因为他是一名街舞舞者 熬夜录制很正常 这是一份带着热情度的工作 王一博享受其中 粉丝没必要无痛身隐 王一博都没有说什么 为何他的粉丝总是玻璃心呢 不知道是真的喜欢还是假热爱 尊重是最重要的 各行各业都辛苦 追星的价值所在是 通过一个喜欢的明星 娱乐自己的同时 更多的是提升自我 投影到自身 受用自我身心中 才是最终的目的 这是小妖的观点 不要看到负面的讯息 就被带偏节奏 王一博回归街舞是事实了 更没必要去人家光博下 带节奏表达自己的看法 你的一言一行都 会给人留下印象 不要看人看到后 都对王一博粉丝 产生不好的看法 好了 不多废话了 期待王一博的街舞 更期待 《冰与火》的早日上映 王一博担任 洛阳博物馆推广大使 再次为家乡代言 河南小伙真的很重 点赞支持一下呀 一个人带火一座城 一座城在冉冉升起 背后是文化的熏陶 跟底蕴的厚度 字幕志愿者 杨栋火一座城 会不会参加 伤害太阳 或许美德 冉青 响 冉青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